维权朋友们大家好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今年十一全国各地要举办建国70周年庆祝活动 为了维护国庆期间的社会秩序稳定 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向各级党委、政法委和公安机关下达命令 要他们做好预防措施 避免出现群体性事件 党中央国务院文件强调 绝对不能破坏节日气氛 因此不能使用暴力手段对待群众 必须以说服和安抚为主 尤其是在十一当天 各级党委书记要亲自值班 遇到群体性事件 立即赶赴现场 与群众当面沟通 鉴于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 都是以经济诉求为主 各地党委可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 酌情向自愿解散回家的维权群众 发放节日慰问金 但每人最多不得超过2000元 过去这些年 很多人房屋被强拆 土地被强征 投资被诈骗 财产被侵吞 工作被剥夺 环境被污染 很多退伍军人 待遇没落实 很多人遭遇司法不公 很多人的健康被毒食品 毒疫苗伤害 很多人经历了多年上访维权 但是到处碰壁 毫无结果 现在机会来了 今年十一是一个十年一遇的维权好机会 有一个遍及全国各地的维权群体 将会带头上街 一边庆祝国庆 一边进行维权 希望所有维权人士都去参加 希望大家也提出各自的诉求 人多力量大 全国大联动 请大家向本地维权群体广泛传播这个消息 十一晚六点准时到达下列地点集合 上海南京路步行街第一百货门口 浙江杭州延安路546号杭州百货大楼门口 江苏南京新街口步行街新街口百货大楼 湖北武汉水果湖步行街中百仓储门口 湖南长沙步行商业街的黄兴广场 江西南昌广场北路万大广场 安徽合肥淮河路步行街百家福超市门口 四川成都春夕路步行街孙中山同向 重庆解放碑广场 福建福州五一广场 贵州贵阳国际会议中心购物广场 云南昆明南平步行街百大新天地 广东广州火车站前广场 广西南宁东葛街飞凤市场门口 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南端 天津天津圈叶厂门口 河南郑州二七广场 河北石家庄永辉城市生活广场 山东济南全城广场 山西太原五一广场西侧其凤街口 陕西西安东大街民生百货门口 甘肃兰州兰州兰州新世界百货门口 各地省市县政府门口集合 到达集合地点后 先一起唱国歌迎国庆 再齐喊爱国口号 然后提出各自诉求 请领导解决 请公众关注 下面是部分爱国口号 请大家集合时一起喊 我们爱国家 国家也要爱我们 我们为国家流血汗 国家不要让我们流泪 赢国庆降物价 要工作要生存 拒绝污染 保护家园 还我房屋 还我土地 还我血汗钱 打倒贪官污吏 建设伟大国家 选择 感谢观看